如果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单独执政 英国公众对他们失去兴趣 未来的英国君主制就会有麻烦 所以我看到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瑟琳共同执政 所以他们互相支持 联合统治使查尔斯国王可以提前退休 而威廉则可以与家人共度时光 查尔斯国王将与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接触 代表王室进行更多的英联邦旅行 两兄弟将与凯瑟琳和梅根找到更多共同点 他们都将尝试建立更现代的君主制 国王的统治可能会因查尔斯国王的健康问题而中断 这将使他在未来几年迟早退位 支持威廉王子 安妮公主因为对已故女王的忠贞不渝和勤奋工作 将被授予已故父亲爱丁堡公爵的爵位 被誉为爱丁堡公爵夫人 苏塞克斯夫妇的Netflix系列和哈里王子的书 将揭开一些王室秘密 并以全新的视角展示梅根 默克尔和哈里王子 为废除种族主义所作的斗争 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和住房紧急状态 在洛杉矶的特定街区招募更多警察 由于其技术硬件、媒体和软件 加利福尼亚州成为超越德国的第四大最富有的经济体 到2023年底 旅游业、低失业率和农业 加州将向富人征税以支付更多税款 以抵消该州制造电动汽车的成本 加州将遭受更多干旱 干旱天气引发的火灾和缺水 加州资深参议员 加州参议员戴安 范斯坦可能会退休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将任命他的继任者 参选者包括亚当、西夫、凯蒂、波特 洛杉矶前市长埃里克 加塞地或他本人 如果范斯坦参议员等到他的任期结束 那么在他担任州长后 纽森将抢先一步竞选总统 5.8至6.4家或以上的地震 袭击了洛杉矶、圣地亚哥、奥兰志县和旧金山 邮局在2023年给员工加薪 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监管机构 寻求为这个新领域带来秩序 加密货币将制定新规则 英国将在2023年实施 粮食价格高涨导致粮食短缺 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战争 而且单旱对农作物和缺水起着重要作用 对军用飞机的需求将会增加 从而推动航空航天业的发展 将通过一项全年实行下令时的法案 美国的数字美元正在进行试点计划 私人研究人员致力于此 为公众提供硬币和纸币的数字替代品 人工智能技术将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 以提高员工生产力和效率 它将加强而不是取代人类工人 并将创造大量新的工作岗位 美国国税局调查数字货币 从硬币平台询问客户信息 并将审计重点放在大公司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月球车降落在月球上寻找水源 随后将在未来的月球之旅中 开采这些水来制造火箭燃料 开采这些水来制造火箭燃料